哪吒GT在上海国际增展的时候 公布了它的一个价格 是从178,800到226,800 是的 你没有听错 也就是从17万多 你就可以买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双门电动跑车 而且在20万以内的这样的跑车 只有它 既然它是作为一款GT的车型 你可以看到整个车型的那种跑车范儿 是属于非常十足的 在整体的设计上 其实还是能够看得到哪吒的影子 但是它趋约于哪吒S不同的是 你看它的整个前灯 那种狭长的 整个眼睛变得放大了一些了 是那种柳叶型的 所以在整个跑车的一个设计上 我觉得它的眼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往下看过来 现在用的是一种很流行的三段式的设计 这样也是可以优化它的空气动力学的 而它的整个侧面相对来说 比较圆润和饱满一些 Naja GT它配备的是一个邓路普的19寸轮胎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展期里面 它配备的是米其林的19寸的运动胎 这个轮胎是要加1500块钱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零百加速3.7秒的跑车来说 拥有一个运动胎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因为它可以提升它的抓地力 我觉得其实Naja GT它的尾部相比较前面来说 设计上面就要简约一些了 它并没有采用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反而用的这种以前的那种环形的灯带 上下在这一块都是做了一个呼应 我知道像跑车这样的车型的话 其实大家对于它的空间你不要太苛刻 但是我们来把这个后备箱打开了之后 因为它是一个溜背的造型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后备箱 它不是那种很高的 但是它的纵深也是挺深的一个后备箱 毕竟这台车人家的长度都有达到了4.715 先说一下哪吒机器它整个色彩的搭配 因为这一款它是采用的是游艇上面的双色搭配 你看就是白色和蓝色 它的整体的这种环抱的感觉 你真的有一种仿佛我坐上来 我不是坐着跑车 我是坐在游艇上面准备驾驶它冲出去的一种感觉 它也是采用了现在哪吒那种家族的一种很简约的设计 你看这个屏幕说达17.6英寸 虽然它不能旋转 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块屏幕里面 我们该拥有的一些东西都集中在这一块 而且这一台车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说有哪吒大嗓门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外面是有一个音响的 我按完了之后 我可以 喂 我的声音就是在外面了 如果正好这有路人路过 我叫他听不清楚的话 我就可以通过外放多媒体喊话 美女 美女让一下 它虽然是一个跑车的造型 但是如果我们要出去玩 我还可以让它给我做一个外放音响来使用 你听听 好像在我车里就没有音乐了 就是在外面 你要是不知道的话 会误以为这是4S店播放的音乐 其实不是 是哪吒GT通过前面播放的音乐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4D的音乐座舱 特别有意思 当我打开之后 它有音乐震动 音乐律动 这个音乐震动 我一定得强调一下 你看它是个座椅 比如说我把它的主副架打开了之后 我一播音乐 你可以感受一下 这是在震动 也就是说 这不单单是有音响 还会根据到它的音频这震动 感觉像是在按摩一样 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说了 什么大嗓门 灯光秀 音乐座舱 真的是滑而不识的东西 但你要知道 它把它归纳在玩具箱里面的 本来像这样的一个跑车 它的定义都是给那些 充满着个性的年轻人使用的 所以他们的思想 我们老年人已经跟不上了 当然这样的跑车 其实它也给你设置了 很多舒适的享受的 比如说我现在一个按键 就可以躺下 美美的睡上一个午觉 午安 很多跑车其实在进入的时候 显得不太优雅 你的车GT它有一个 在B住这里 你看它有一个按键 是电动的 左右两侧都是有的 方便我们第二排人员的进入 我觉得这相对于很多跑车的设计上 就用手动的来着更便捷一些 那我们坐进来之后 其实更多的我要给大家测一测 就是它后面的一个空间 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跑车 你不要指望着它第二排能够给你带来多强的空间感受 像我这样的小个子坐在后面 我觉得反正腿部头部都是很足矣的 但是你说要一个大高个儿来坐的话 完全太难为人家了 对不对 不过好在的就是因为它这种跑车 它并没有说为了让第二排的空间足够 把它的整个座椅的坐垫给缩短 你看它整个腿部 它的支撑效果 其实整个坐垫还是挺宽大的 坐起来还是挺舒服 作为电车人家也是有一个续航里程的嘛 现在它是有580和660公里的两种选择 至于它的动力参数是单电机双电机 以后等到我在试驾能炸机器的时候 再来告诉你 反正不管怎么说 今天我感受下来之后会发现 这个市场真的是力转太严重了 17万8800买到的是什么呢 各种丰富配置和高性能 较量的跑车 我觉得现在年轻充满着个性的小伙伴们 可以来看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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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